好 國會大選場看到NCC 兩個臉書都經營不好嗎 砸了700多萬元 委外經營的 電子波安全宣導計畫 當中臉書宣傳 居然變成幽靈臉書 平均按讚數不到一次 只有0.8次 把時間交給佩玄 好 國會大選場 我們今天請來出選人 問了什麼議題呢 我們的NCC 很想把手伸到網路來 大家也都知道 在《王冠法》什麼都想推 結果現在想要管網路的他 卻連自己網路的 這些都管不好嗎 怎麼一回去 我們邱委員挖出了一個 最近NCC有委託花了700萬 去做了一個電子波宣導的專案 就是想不到他的臉書效益 又是如何呢 委員 我想他這個電子波宣導計畫 是他相關的預算裡面 其實他是1400萬 他拆成兩筆 兩筆各將近700萬 第一個是做網路的宣傳 第二個部分是做相關競賽活動 的一個宣傳 那我們實際去了解了之後 發覺他在這個電子波的宣傳 透過臉書的部分 是發覺他大部分的內容 都是轉發 譬如說Yahoo的新聞 或是報局 或是一些科技論壇的一些 相關的知識 那我們實際統計了一下 大概最近的50篇 平均的按讚數一篇不到 只有到0.8個站 0.8 就是1100這樣 對...有的1有的0 包括昨天我們去看 其實這個成效都不知道 所以可以說是這個網站 就是這個Facebook的這個擴張性 他這個觸及率非常的低 我想很多網友甚至戲稱 可能連他阿嬤的臉書 都比他觸及率高 根本不要叫我們個人的臉書 那我想一個這麼重要的 這個主管網路 跟媒體的主管機關 在相關的這個 政策上的一個網路宣傳 這麼的這個低效能 而且相關的這個標案 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相關的標案也是這個 同一個公司 大概近幾年 也都是由他們來去得標 那這個部分NCC 到底有沒有去做 相關的績效考核 到底有沒有去做 相關的這個效能的統計 那昨天晚上其實NCC也有 緊急發了一個聲明稿說 相關的承包的這個案件 這個臉書的經營 並不包含在這個合約裡面 這個是廠商附送的 我想這個話也不能成立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是你NCC自己在經營臉書嗎 還是說這個部分 都不能算是你的績效嗎 你最重要就是要跟民... 你政策的宣導 最重要就是要跟民眾溝通 臉書是一個最快觸及的一個方式 如果連這樣你都做不好 你跟我說你要管什麼 這個相關的媒體 其實剛剛講到說 如果是廠商這麼薄 還自己半買半箱送 去額外贈送你一個 臉書宣導的服務 那也不錯 那可能也是因為NCC 帶它也不錯 因為剛剛委員有講到 107年 109年 110年 每次都是由這一間 大概資本額 只有500萬的廠商來得標 那他們總共得標金額 已經達到了2500多萬了 我們就不僅想問 為什麼每一次在各部會 被挖出哪一個廠商出了問題 問哪個廠商怎麼樣 就發現你們連連都是它 這廠商也不是特別大 可是怎麼每次都可以得標呢 這個就是回歸到我們政府採購法 還有就是說 相關政府在做這種 公開招標的一些相關競爭型的標案 的一些原則性的問題 可以說很多時候都是便宜形勢 或甚至是不是說跟這些綠色標的部分 甚至會讓人家這樣子聯想 因為如果說單從我們的 一般如果這樣 我們一般公司要找公關公司配合 一定會合約還有相關的KPI 相關的這個績效 一定會去把它訂得非常清楚 而且去公開招標 公開招標 甚至會做定期的績效評估 來作為後面續不續約的一個標準 可是也看得出來 這個公司已經接了這麼多年了 到現在你的整個的這個標案 一年花了將近700萬 結果連一個基本的臉書 一篇貼文的觸及率 不到一個讚 那四捨五入 讓你算一個讚好了 更不要講說 你全部都是在轉發相關這個 其他媒體的一些這個知識文章 那你不是變成一個內容農場 不是變成一個內容農場 你連自己的論述 自己的政策宣導 你都沒有放進去 昨天我在質詢這個陳主委的時候 他還說 因為這個很多 他們這700萬不是只做臉書 他們有做很多地方的說明會什麼 他們有做其他的宣傳 好啊 那如果你有做地方的說明會 為什麼臉書上看不到 你至少我們一般辦活動 你拍拍照片 拍拍影片 等一下說只是變內容農場 對 那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PO文 結果你沒有 你全部還是在變成內容農場 你覺得這樣子可以接受 那你晚上還給我回一個說什麼 新聞稿說這個廠商 這個是半買半相送 這不再合約的內容 不再合約的內容 就不能去做績效的評估 這些都是納稅人的血汗錢 更不要講說 另外一個700萬的標案 那個是做相關的這個 跟民間在這個 做這個爭鑑的一個比賽 這是徵收他的短片的稿件 你們實際去看一下 他那個短片的這個宣導 真的是 也會讓你真的是三條線 到底有沒有辦法實際宣導到 這個相關電磁波的一個 相關的專業知識 其實真的都沒有辦法 雖然說這個我們從小地方 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們行政的怠惰 還有就相關這個 一般我們這些綠色政府 在這個行政單位 對一些標案的這些 這些一些處理的原則 其實都是讓人家覺得 非常多的問號 好 非常感謝我們 抽圓寶貴時間線委員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不斷來強調 每一次都要講到錢 就是要花在刀口上 但是每一次又因為在省預算等等 圓圓的事件上面 又被我們發現 獨中哪一間廠商 而年年都得標 不過這些年年都得標 OK 做得好 給予獎勵 但是每一次又被挖出來說 這KPI 績效奇低 但是還是每一年 都給它最大的寬容度 另外連著廠商 還願意幫你辦買辦相送 自願提供這樣的臉書經營 不過臉書經營卻成了幽靈臉書 平均按讚不到一次 變成是只有0.8次這樣的數據 可能連您分享一個電玩的 這個等等的都會比這更高 所以因此讓人不免質疑 這綠色標案到底還要持續到多久 如果不是綠色標案 也更希望我們的政府機關 各部門能夠講清楚 這所謂的KPI標準到底為何 下一次要不要使用更高 更嚴格的標準 來給更多的廠商 畢竟都是人民的名指名稿啊 主播